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约翰福音第十章22到30节 聆听与跟随下 我上次把它分成上下 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我希望最后一天 我要告诉各位 明年 就是明天 我们要做什么 但是要做什么 它一定是有一些 圣经的原因跟根据 否则我们为什么 一整个年度 要做那几件事呢 三星期前的十二月十日 我们分享了 聆听与跟随的上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到 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 修殿节的时候 和犹太人的一个对话 那修殿节是在犹太历的基斯流月 如果你对旧约有一点点读过的话 换成现在我们所通用的历法 正好就是我们那一天讲到十二月的七到十五日就是修殿节 所以那一天 讲的那一天就是修殿节 修殿节 现代某些犹太人还在过这个节日 他们在八天的第一天就开始点灯 就开始点灯 为什么 他们要庆祝 他们要纪念 他们曾经在主前 一百六十年左右 马加比王朝时代 推翻或者说打败希腊 把他赶出去 他们有独立 当然时间很短暂 因为你怎么可能打败希腊帝国呢 除非你是罗马帝国 对吗 后来罗马帝国就来了 那希腊把他们打败之后呢 罗马帝国就来了 因此他们有短暂的独立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独立以后 他们再也不让别人 我当时就在想说 那天听到说 这个这个这个 巴勒斯坦 开始攻击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 不是政治问题 我也没有站在哪一边 我不知道谁对谁错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因为只有上帝是对的 人都是错的 他打起来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 这下你又碰到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最痛恨的事情 他等了2500年 他终于独立了 就你只要动他一根寒毛 他没有把你打到全 他愿意与全世界为仇 他愿意与全世界为仇 所以他们很早就预备了 有一天可能有人会打他们 他们就跟各国都私下结盟 控制各国的经济跟政治 他的目的就是 我绝对不要再有灭亡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就短暂的那个时候的独立 他们就设立的修电节 也因为这一个缘故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就是又过了一百多年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犹太人就为了耶稣说 他是基督 这一件事情 跟耶稣起了很大的争执 甚至迫使 我说迫使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与父缘为一 你知道讲了这句话之后 他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这一句话讲完了之后 就已经确定了 他要坚持他所说的 因为其他的话都可以圆过去 对不对 在台湾我们叫做硬凹 对吗 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很会凹 你怎么讲 他就讲这个 讲这个 总之他就是不承认你讲的东西 可是耶稣讲了 我与父缘为一之后 就注定了 他跟犹太人决裂 从那天开始 犹太人就决定要杀他 一直到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为止 那这就是我们上次所看的 在上一次我们特别 看了一件事而已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 然后我们要来思想 好吗 来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 也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地底 所罗门的朗下行走 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游仪不定要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三十节我们一起念 预备请 这是犹太人跟耶稣 对话争执到了最高潮 从此以后 耶稣再也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这里不是很了解旧约 也不是了解当时的时代 不过这件事情 就让这些犹太人他们定义 要做一件事情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要来看耶稣讲的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们听到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之后 他不能接受 自称为他跟父缘为一的时候 更不能接受 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呢 因为他们有传统的包袱 他们有传统的包袱 传统的包袱说 我用包袱不一定不对啊 包袱不一定不对 包袱就是我们所背负的那一个嘛 他们是独一真神的子民 只有一位神 可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你知道吗 神能有儿子吗 除了亚当是神的儿子之外 那为什么你是那个儿子呢 他就违背了十届的第一届或第二届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他们的包袱是这么的清楚 而耶稣就直接抵触第一条 而今天的世人我们也各有包袱 对吗 就以我们华人的传统来说 华人传统在最近几百年来都是多神论 各位可能不了解 一神论在我们华人当中是很少的 是很少数的民族 很少数的民族有一神论 而无神论更是二十世纪以后才有的 那个无神论在我们华人是没有的 我们华人没有无神论 连小成佛教传过来 从无神论就变成有神论了 那如果你对佛教有了解的话 因此要我们这些华人信仰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独一的真神 对我们来说有传统上的包袱 第二 犹太人他们有理智的限制 对当时犹太人的理智的限制是 耶稣如果是从神来的 他为什么不遵守神的律法呢 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为什么不遵守神的律法呢 听得懂吗 他说我与父缘为一 这句话也不通啊 他与父缘为一却不遵守神的话 其实耶稣的时代 律法已经经过长期过度的解释 已经衍生成超过上帝的心意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小教会成立的时候 我们不要有很多的规则 我们不要有很多的律法 规定 耶稣当时来最大的麻烦 就是他违反安息日 安息日也是很明白的 可是他们最后把安息日 变成非常的细致 到了一个地步 行事的安息 却带来实质的不安息 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来这边 行事上我们来了教会 实质上有没有来教会呢 行事上我们进了教堂 实质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拜呢 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规定很多东西 我们只说第一 好好的敬拜 请你敬拜刚才那个三十分钟 没有再想别的事情 就单一敬拜神 那你想到一些痛苦的事情 你就跟神祷告说 好 痛苦的事情你知道 我敬拜你 你想到喜乐的事情 好 谢谢你 你有给我恩典 我敬拜你 因为当我们太看重行事的时候 实质就会失去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犹太人理智上 他很难 很难接受 这一位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却不遵守神的话语 这是理智上讲不通 今天太多我们信仰上面 讲不通的东西 我年纪轻的时候 很喜欢跟人家辩论 辩论有神 其实我设计了很多东西 跟人家辩论 我从大学就喜欢做这个事情 辩论到最后 我最大的挫折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高中一直到大学 最好的朋友 他比较倾向于佛教 因为他的背景 我信基督教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辩论 我就设计一套 我就带着很多人信耶稣 我就说太好了 我就拿一个最好的朋友 拿来做这个实验 因为很多人会给你面子 最好的朋友不会给你面子 后来我就跟他谈 我就设计了结果 就把他引到一个地步 最后当然不能证明 对不对 但是我把那个圈套 就设到后来 他就说你说得对 我是个罪人 我就说所以你需要耶稣 他就跟我说 不 我是罪人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不知道 后来他这一辈子 有没有信耶稣 我不知道 后来我们就渐行渐远 我就发觉 你要用一个理智 去说服一个人是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因此我现在在传福音的路上 我不太用那些方式 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 让我真正的活出神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 一直到我死之前都做不到的 但是我要一直做这件事情 我要一直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用口头赢别人 因为我们理智实在有限制 第三还有一个就是 犹太人的自我矛盾 什么叫犹太人的自我矛盾呢 自我矛盾限制了他们 没有办法承认 耶稣就是基督 因为耶稣 依治生来瞎眼的之后 就跟他们说 我们在光明中 你在黑暗里 耶稣就这样讲别人 而且说你们在黑暗里 只有我在光明里 犹太人不肯接受这件事情 当一个人被指出 他在罪恶里面 黑暗之中的时候 他会非常的生气 他们说我哪里有在黑暗里啊 可是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他们又明明觉得 自己好像胜不过自己 好像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样 我们外表一个样子 里面又是一个样子 是这样的请举手 请放下动作太慢 可见你们平常不常想想自己的状况 我们外面的跟里面的 长久是矛盾的 所以刚才光头长老问你们说 我们教会平常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教会立志要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尽可能的外面跟里面 要合在一起 对吧 容易不容易啊 有时候我们把我们里面 全部给别人看 别人都吓死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里面给别人看 自己也吓死了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让外面不要太多的装 里面的生命却要长起来 让这两个可以尽量的靠近 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想要做的事情 呈现真实的自己 这个要慢慢来 我们已经讲了五年了 每个礼拜都念 我们教会有些人留不下来是因为 他发现要呈现真实的自己 太苦了 这叫做自我的矛盾 不仅当时犹太人自我有矛盾 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问题 基督教最令人不喜欢的就是 他说人都是罪人 这句话还好 下面他就要问你说 那你是不是罪人 对不对 那你答是也不是 答不是也不是嘛 你说不是 那就我就不是人嘛 对不对 答是的话 那我是罪人嘛 谁要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呢 这样的说法让我们觉得 自己是个罪人又不肯承认的矛盾 就让我们在认识神上面 有基本的困难 这也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第四 犹太人他们当时不接受耶稣基督 还有一个就是自私的罪性 其实那些文士法利塞人 他们已经有了身份 他们已经有了地位 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 那他们不是要失去 他们原有被尊重的立场吗 如果他们目前已经是民间的领袖 大家都来问他 如果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那大家都要去跟随那些人 请问你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 既得的利益放掉 没有啊 有啊 外面有奉献箱 来 出去的时候 请把你既得的利益放在那边 我们很难把既得的利益放掉 因此这种自私的罪性 让我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 不肯相信耶稣基督 因此舍己会变成是 我们基督徒最困难的事 对吗 信主之前 最难的是承认自己是罪人 信主之后 已经承认是罪人了 我们最难的是放下自己 舍弃自己想要的 因此我们常常口里称 耶稣基督是主 其实自己最大的主人在哪里 来 大家比一比在哪里 在这里 大家都承认就好 承认就有希望 你知道吗 没有承认就没有希望 承认最大的难处就是舍己 那你就起头了 因此传统的包袱 理智的限制 自我的矛盾和自私的罪性 不仅让犹太人 很难接受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也很难认识神 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现在要继续讲下去了 OK 第二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二点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点是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点是 耶稣以话语和行动来启示真神 其实我越读圣经 我就越觉得圣经实在是太奇妙了 以前读一次好像有一点懂 后来读了十次之后 就发觉有一点懂 然后又读了十次之后 又发觉有一点懂 就每读十次就发觉 自己有一点懂 这样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圣经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到 二十五节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五节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看二十五节 好 我们来读二十五节 预备 请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你做见证 我想我们要看一下二十四节 不然的话搞不清楚 我都二十四二十五节 那我那给你们听 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 可见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有 我们这样讲一般用 良心对吗 因为觉得有点像 可是你叫我们犹豫不定 犹豫不定就是摇摆嘛 对不对 本来他们没有摇摆的 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呢 可是现在有点摇摆了 因为你的某些表现 让我们开始怀疑 我们原先的belief 我们原先的信念 是不是有被动摇 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你讲白一点嘛 讲清楚一点嘛 拿一点证明吧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吗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所以他不仅是明明地说 二十五节有两句话 一个是我已经告诉你们 告诉什么 说我是基督啊 他说你们不信啊 除了告诉你们以外 他说我又奉我父之名所 什么 行的事 所以我不仅说话 而且我也做事 我做的事也说话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个叫做我又有言教 又有 深教 我不是只有讲 我有做 今天的又到了选举时间了 大部分人都是讲 选上了就不做 对不对 不过你放心 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 先把选票弄到了 对不对 先选上了再来想办法 讲归讲 做归做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 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所以简单讲 把形容词都拿掉 这个modifier就是 修饰语都拿掉 我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是以语言 话语和行动 来启示真神 他说我是真神 我怎么说呢 他说我说了 而且我也做了 我做了 事实上约翰福音 第一到十章 耶稣已经行了 许多的记号 行了许多的记号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因为传统的包袱 理智的限制 自我的矛盾和自私的罪行 犹太人总是没办法认识耶稣 他说了很多 他做了很多 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最后写约翰福音的 一到十八节 一章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前沿的时候 他写了这句话 我们来读一杯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我们教会的讲道 都是比较完整的 倒不是片段的 所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在我们教会 至少讲过十几卷书了 对不对 我就讲了三卷 光周都讲了六七卷 秋华 然后其他人 我们都是一卷一卷的讲 约翰福音 是除了启示录以外 大概最晚写的了 那个时候约翰大概九十几岁了 他写的时候 可能还是先把一章十九节 到后面写完了 最后才来写前面这一段 就好像你们写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一样 他说道成了肉身 道就是基督 基督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是约翰说我们 就是指我们今天门徒中间 冲冲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他是来做见证 他说我们看到他了 这个还不够 讲了不够 那个 更直接一点 是他在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亲眼看见 然后呢 亲手摸过 我们是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今天如果你是坐在 那个荧幕前面的 你可能有亲眼看见 但你没有亲手摸过 你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放录影带 对吧 可是我们现场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摸一摸 对不对 所以约翰说我们是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他说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他说有恩典 有真理 什么是恩典呢 什么是恩典呢 亲爱弟兄姐妹 恩典就是他的行为 他的作为 什么叫做真理呢 真理就是他的话语 所以约翰福音的前言 其实是把整个约翰福音 浓缩起来 前面做一个简介 充充满满的有 恩典是 充充满满的 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恩典 充充满满的有 真理是 耶稣讲的话 就是真理 那耶稣做了什么事 在当时是有恩典的呢 耶稣使瞎眼的看见 请问是不是恩典 请问 耶稣使笼子听见 是不是恩典 你还不赶快点头 不要我说话 你再点头 有一天你会瞎掉 你会看见 你就会知道 你会耳聋 你就会知道 那个需要恩典 当你有疾病的时候 你就需要恩典 因为医生说 到此为止 可是神可以有恩典 恩典来自于他的行为 大麻风的得医治 行淫的妇人 没有被石头打死 这都叫 恩典 我们可以生活在 这么好的景况 我讲景况是你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是神的 如果你不常常觉得恩典 这真的很可惜 那就是我们一句话 叫做身在福中 不知福 有人真的很可怜 真的 我真的觉得 他已经够幸福了 他总觉得自己不幸福 就照着你的期望 你就不幸福吧 恩典 真理是他所说的话 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真理 他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真理 他说的律法 就是真理 因为这一个缘故 恩典和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 所以他说 我的行为 已经证明了 我是神的儿子 我的话语 就是真理 已经证明了 我是神的儿子 可惜你们不信 可惜你们不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带到我们 今年的结束 开启明年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 过去两年 三年 都读圣经 对吗 而且我们都读一遍 对不对 然后读一遍 今年我们读一遍 而且我们是要用 宣读的方式 宣读是什么呢 我们组成小组 自己组小组 两个人一组 或五个人一组 或九个人变成两个人 都是小组 对不对 就是你组成小组 然后我们 每个礼拜 约一个时间 一人读一节 或一人读两节 或一人读五节 或一人读一章 反正就是我们要见面 在实体或线上 然后我们要读圣经 读完了要打卡 为什么要这样啊 为什么要逼这个钥匙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对真理的学习 会让我们知道 原来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对真理的学习 会让我们知道 原来祂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一年读圣经一遍 2021、2022 每天五章 每周五天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周休二日嘛 对不对 周休二日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来补 2023年我们读新约一遍 而且是小组宣读 每周五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把神的话 一而再 再而三地读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祂的话就是真理 弟兄姐妹 明白一个道理 注意听啊 明白一个道理 不是真理啊 明白一个道理 你事情做起来就很简单 明白一个道理 你事情做起来就很简单 我想你生在台北 你住在台北 你会发现 最近有一些很大的改变 最近的一段日子 就是以前过红绿灯 比较自由 现在变得不自由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不自由 是开车的人不自由 我们行人自由多了 因为规定我们不能靠近我们 我们走过去 虽然行人就越来越大牌了 以前还左顾右盼 因为马路如虎口 对不对 现在行人看到你好像碰到老虎一样 有的时候我坐计程车 或者是私家车 每一个司机都抱怨 现在台北市民过马路 都拿着手机 因为不怕撞 你能够懂吗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 现在规则规定 过马路的时候 你不能 车子不能碰到你 而且不能靠近你 开车的人就很生气 可是这个在先进的城市 其实很多 我们在西班牙 你知道西班牙 很多地方是没有红绿灯的 但是有斑马线 有斑马线的 那司机远远的看到 有人靠近斑马线 注意听 不是踏上斑马线 是靠近斑马线 他就自动停车 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个车子也太紧张了 我还有三公尺 才到斑马线 对不对 他已经停在那边等我们了 可是停的人也不生气 对不对 因为他 知道一个道理了 他就不生气了 对不对 可是这样开车的人 真的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吗 台北最近的交通打劫 就是因为右转 都转不过去 开车的人 对吗 司机 对吗 开车的人 对吗 有没有很难过 对不对 连大公车 巴士都不能开 气到不行 对不对 然后还有人 最后三秒钟 他跑到那边 他还前面又跑到 一到了斑马线 突然就 而且要走得很慢 让你知道我有权利 可是在有些国家 已经过了这个时期 到下一个时期 就是直线绿灯的时候 车子可能有60秒 行人只有15秒 你听得懂吗 不然右转的时候 都永远过不去 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可是呢 你说那这样行人的权力 被剥夺了 对 因为你不了解 等你了解的又好了 如果是在有些城市 像美国 有些城市 欧洲也有些城市 他那个 给行人过马路 只有给你 正在等过马路的人 过马路 听得懂吗 那个后面 还有五秒钟才到的人 是要等 下一个红绿灯 OK 你知道 这个道理一懂之后 你就很舒服 明目明目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还没在讲真理 我在讲道理 因为你们需要慢慢地引导 再讲 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你到了一个国家 他们有很有素养 有一次我住在荷兰 我们有一个校友 就把我安排住在一个 很高的大楼 下面就是路特丹的大广场 你要知道路特丹 那个火车在大广场里面有 火车当然是要走在 他们的自己的县里面 有电车 有自行车 有行人 有公交车 有这个计程车 有私家车 你在看他们的时候 我早上在那边吃饭 看他们 因为很多人的时候 你在上面看的时候 很稀奇 因为那些人 几乎都没有在一个线 没有很多的线 没有很多的划线的线 没有什么自行车线 没有没有 他们就这样子 可是那车子这样子 一直过来 那车子脚踏车都骑很快 荷兰人很会骑脚踏车 他们是人车一体 真的人车一体 然后他们知道 谁跟谁 你知道那个 我就明明看到 那个电车快要过了 那个脚踏车还过 可是呢 他绝对不会出问题 我很少看到 我在那边住了多少天 每天都 我太惊讶了 就在那边看出 他们怎么不会撞到啊 因为他们知道 谁碰到谁 谁要让谁 当你懂道理之后 就不困难了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可是你说 明白的有这么重要吗 弟兄姐妹明白的非常重要 当你明白了 你就享受那个东西 甚至对于不可抗力的某些事 甚至对于大自然的某些事 如果我们明白了 你就很自然 你就很舒服 我举个例子 请问下雨天心情好不好 阴天心情好不好 谁规定的 谁规定的 大家都这样 所以我就这样 对不对 我从很小就发现这件事情 为什么下雨 会大家心情不好呢 为什么雨天 阴天心情不好呢 当然其来有之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可是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不受这个约束 于是我就开始 下雨的时候 我就听雨的声音 我喜欢听雨打在树叶上面的声音 最好是打在 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农村 打在香蕉叶上面的声音 好好听 真的 阴天 可不可以享受阴天 有没有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们到底是要被大自然控制 还是我们可以向自己说话 明白一个道理 请问阴天雨天是谁造成的 你们都知道上帝 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 还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解释 很多时候你们不了解 你们有想过 所以你就会被很多东西牵制 刚开始我们听到人家说 哇 北欧的人 很开放 都不穿衣服 在那边晒太阳 后来我去了几次北欧之后 你问我们这边北欧的姐妹 她从北欧过来的 我告诉你 你到北欧去 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也要脱光 你甘愿 有一天 我在北欧 那时候我在瑞典 然后就在那边 有个人跟我说 竟然有太阳 我们去走吧 我们就走 就走 走了满身大汗 其实外面温度还很低 可是走过去的时候 走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然后有一个女的 而且是妙龄女郎 她躺在那个地方 一丝不挂 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她这样 回来是她翻过来的 为什么呢 对啊 她在监鱼啊 因为一边熟了 一边还没熟啊 她躺在大石头上面 我告诉你 你再不晒 你就要得软骨症了 你再不晒 你就要得忧郁症了 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过很多的事情 你想过的事情 就变得很简单 不是 你要让忧郁控制你多久 我问你 那如果你想通了就好了 你真的没想通 你就永远受到那个影响 不再讲啊 因为现在要选举了 对不对 一选举就有 这个芒果干要出来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很多人问我说 李长老你怕不怕 中国大陆跟台湾打起来 我告诉你 我不怕 我不怕是因为 不是他会不会打 打不打 是上帝的事 我艰辛地相信 我不是说服自己而已 我是真的相信 因为你看过历史 有十字军东征 对吗 你看过历史 有多少事情 最后不是上帝决定的 是谁决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在这个恐惧的里面 我没有说他会不打 我没这样讲 他打没关系啊 那打了怎么办呢 打了就会有个后果嘛 所以人家叫我搬到欧洲去 我已经是欧洲永久居留了 我搬过去没问题 我甚至现在就可以考 西班牙的国籍了 我可以考西班牙的国籍 而且如果我要考 我想我一年就考上了 我需要学西班牙文 但是我想不会太困难 好几个国家都跟我说 你搬过来 我没有搬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舍不得ANS 你们都不知道答案 对 你们对了 演讲稿证明说 此时要拍手 对吧 真的 这是我的教会 如果很多事情 你想通了你就不怕 我不是怕 我还是会选 我要选的总统候选人 可惜我这次不能选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为我正好出国 我就在国外 但是我也感谢主 这样我就没有困难 对吗 选上谁都跟我没关系 跟神有关系 其实我投票 选上谁也跟我没关系 是跟神有关系 但是请你好好投票 你好好投你自己要的票 投完了你就乖乖四年 然后再等下一次你投票的时候 这就是我 我读法律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 我投完 我上了没上 我就等四年 再投 一直投到我赢 但是输赢有什么关系呢 你听得懂吗 如果你想通了就好了 你想通了就好了 你现在太多东西没有想通 所以你过得很痛苦 你想通了就好了 我们也是没想通死亡 你如果想通死亡了 死亡就不可怕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没想通 我前两天去 去那个玉辉跟 苏柔家 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些 我就把我的心路历程 跟他们讲 那我不多讲了 我现在只要告诉你 我现在还在讲那个 就是说 你明白了道理 你就享受 那个结果 所以你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 雨天我心情超好的 阴天心情超好的 太阳出来心情就 就更好了 那就 都好嘛 都好嘛 那你为什么要被他影响 这是想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小道理想通都变成这样 更何况神的话想通 神的话想通 但是 其实我们是没想通了 来 考一个好不好 施比受更有福 想通了没有 想通了没有 想通了 感谢赞美主 真的 真的 我做一个小动作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如果他 如果那个 那个 计程车 你坐的时候呢 是 145 这边有欧洲人要需要换算 就是145 他说你用150 给他的时候 然后你跟他说 不用找了 这样 你跟他讲 不用找了 他说你会非常喜乐 我说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后来我就下 有一次我坐计程车 145 我就给150 甚至140 我给150 我说不要找了 你知道那个 那个计程车司机的脸 突然跟你说 谢谢你 5块钱让别人说谢谢你 你听得懂吗 而且他是从内心的深处说的 谢谢你 你知道那个喜乐 就有了 怪了 我告诉各位 神的话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你把钱存的个钥匙 担心损失 等你一给别人的时候 你就喜乐了 而且就有福了 而且就蒙恩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读经的缘故了 这样明白了没有 太多了 所以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都会背了对不对 但如今活着 是为你们的缘故 都是上下文 所以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 好的无比 好的无比就没得比了 对吗 可是他说 我如今活着 是为你们的缘故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从六十多岁以后 我跟邱华每天早上的祷告 就是这样 主啊 今天早上祷告还这样 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一起祷告 我们用吃饭之前的祷告 所以我们的早餐前的祷告 很长 我们早餐前的祷告很长 然后我为了每一个 我要带祷的事项都祷告完了 我最后会跟神说 甚至最早就跟神说 主啊 今天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个人 求你让我们成为他的祝福 我们如今活着 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做任何的事 你做任何的事 你带孩子 你做工作 你服务别人 或者被别人服务 或者做任何的事情 让每一个碰到我们的人 我都成为他的祝福 这就是经历的这段圣经了 离世与主同在 是好的无比 所以有一天我会经历第一条 对吗 可是没有经历第一条以前 我就先经历第二条 如今活着 每一天都让 跟我在一起的人 因我蒙福 你觉得这种日子好不好过 我看起来 你们没有经历 因为说好过只有两个 我们目标还蛮远的 因此我们2004年的读经 2024年的读经 是诗歌智慧书一遍 每周五章 小组宣读 够清楚了吧 不清楚的那些都是欧洲人 外地人 我们都清楚 请你回去 如果说我本来跟 宏达 亨达一组 双达 对不对 后来我就觉得说 跟他们在一起 不是很高兴 我可以换人 我换另外一群人 没关系 但是你就是换组 换组 那今天我们有两个长老 不能来 都是 有一个是COVID 有一个是严重的感冒 他们不能来 他们当中有一位 这个 红仓长老 他会负责 po这个东西 大家照那个进度 我们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 就是让大家在小组当中 可以一起读圣经 我今天花一点点时间 跟你们讲 我们选诗歌智慧书 的原因 那这是旧约 旧约 今天有旧约 目前华人界的权威太斗 在我们当中 我就是找这个机会 要搬门弄个福才行 OK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犹太人的旧约 就是希伯来文的旧约 编排的模式 我个人 大概就分为三大区块 第一区块就是摩西五经 它一共有五卷 先知书一共有八卷 你先不要管我在讲什么 我要打概念就好了 先知书有八卷 诗歌智慧书有十一卷 摩西五经是摩西站在当中 替神和人立约 在书埃及记第二十章前后 摩西五经是神给人立约的立约书 由摩西在当中做宗保 所以可怜的摩西就被犹太人 拖得很惨 那这就是摩西五经 以后先知书是神对人说话 上帝透过先知将历史解释 将未来的事说明 用神的角度对人说话说 你们应当如此行 这是先知书 诗歌智慧书十一卷 是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五卷 不过没有关系 这里加起来 一共是希伯来文是二十四卷 但是翻成我们希腊文的圣经 以后现在全世界通用 包括我们中文圣经是三十九卷 那诗歌智慧书我们选了 七十四译本 以后翻成中文的 和和本圣经的五卷 就是博诗真传歌 那我们准备来读这五卷 神人立约的是 神和人之间 神所写的约书 人签名的 先知书就在历史当中 神一直对人说话 他说话到如今 但部分的记载在旧约 诗歌智慧书是 这些人领受了神的话 活在那个当下 他们对神的带领 做出了回应 所以诗歌智慧书 它当然是圣经 百分之百是圣灵的感动 但它是人的回应 这样明白吗 所以最贴近我们 让我们能够体会的 其实是诗歌智慧书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作者很有人性 对不对 不像先知 很没有人性 真的啊 你们都 这个错了 回去我们院长会教训我 你们放心 自然有人会管我的 为什么我们读诗歌智慧书 很有感觉呢 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痛苦当中的时候 你找不到 找不到跟神生气的理由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什么诗都知道 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呢 可是你就发觉那些诗歌 那些诗歌智慧书的人 他会生气 他会跟神吵架 好胆你站出来 不要躲在云的后面 我们面对面谈一谈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需要这样欺负我 因此诗歌智慧书 会是我们未来一年 我们学习这一个部分 就是人如何向神说话 人如何做出回应 我不相信你们都没有困难 你们没有困难吗 有吧 不要装 我们哪里会没有困难 我们都有困难 而且困难一个比一个还大 对不对 可是我们装得很刚强 说上帝 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 卖来这头 我们自然有我们很生气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面对呢 所以我们就用诗歌智慧书 我们这一次 所读的诗歌智慧书 就是和和本的 或者说我们中文本的五卷 这样 博士真传歌 请你们看我们的进度 我们照进度读 而且我们这次进度 放进了一个 哎呀 字太小了 放进了我们 欧华的第一届毕业生的一个材料 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他是我们第一届的毕业生 他因为脑流 开完了之后呢 就眼睛看不见了 而且是完全不受光的状态 听懂不受光吗 就是他的穿是全黑的 有的人看不见 他会感觉到有光 他是完全感不到光的 所以在他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 那个时候他来找我 我就跟他说 主 趁着你眼睛看见以前 做一些看见以后 再也不会做的事情 听懂吗 趁着你眼睛看见以前 做一些你眼睛看见以后 就再也不会做的事情 他开始默读 默想每一卷圣经 而且每一卷圣经 读完了之后 每一张圣经读完之后 写一首打油诗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他不是写完这个 他摩西五经已经写完了 他过年打电话 向我请安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张了 我剩下一点点 就把全卷 1189章写完了 他说我要出电子书 我的祷告是主啊 他写完之后 就让他看见吧 因为他再也不会 写这个东西了 预不记第一章 你们都读过了吗 我来念念他 这个不能放大了 对不对 PPT不能放大了 对不对 不能放大了 OK 你看 你约不记第一章读完 它下面就是经文 所以这个是我们 拿来灵修用的 上面说 幸福日子 常思恩 忽然苦难 来敲门 千古一问 人世间 问君 无故 敬畏神 此时应该拍手 你们如果读过 约伯记第一章 你就会知道 他这个打游师 不是一般的打游师 是真的内心的深处 你如果在受苦当中 你光读了这四个字 四句话 你立刻眼泪都掉下来 如果你眼泪没流下来 就是你受苦不不生 或者你已经找到解决之道 哪里有像约伯这么倒霉的 对吗 他说 幸福日子 常思恩 这个是约伯做的 忽然苦难 来敲门 这个是约伯的遭遇 千古一问 人世间 哪里有这种事 他说 问君无故 敬畏神 我们无缘无故 怎么会敬畏神呢 就开启了 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我是读了绝大部分他的 我好感动 再看你们看诗篇第一篇 我们会把它改成繁体字 已经全部改好了 我们的长老已经全部改好了 到时候我们会发给各位 这个是每天一张给你灵修用 这样听得懂吗 那你一起的时候 就一次五张 我们把它读完 你看 诗篇第一篇 会背了吧 诗篇第一篇 再不会背的话 怪怪的 对不对 他怎么说呢 善恶罪意不同图 生死俘获反向路 被风吹去康匹善 暗时结果西边疏 此时又该拍手了 我告诉你 你是不会写打油诗 我告诉各位 你写打油诗的时候 油诗一个字弄不下来 因为这个要押韵的 又有评诗的 你真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弄的 后来我就问他 你怎么写的 他就把一篇 一篇 就重复听 一直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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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形成一个画面 然后再把它写出来 1189章都快写完了 我们借用他的东西 当然我们有经过他的同意 跟他要到给我们使用的版权 我们教会也会谢谢他 说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要弄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是以话语 耶稣是以话语来启示真神 他以行动来启示真神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用聆听跟跟随来回应基督 我们用聆听跟跟随 耶稣既然是用行为 来启示真神 所以我们就跟随他 来跟随真神 耶稣既然是用言语来启示真神 我们就用聆听来跟随真神 我们怎么样才知道 我们是属于他的羊呢 我们是他的羊对吗 预备好 是他的羊请举手 请放下 睡着的不多 我们应该以聆听跟跟随来回应基督 我们来读 这是耶稣说的话 一杯请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这是耶稣对犹太人 当时的文士法利塞人说的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 耶稣这边解释的那个原因说 因为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主耶稣对他的羊 有很清楚的描述在27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们今天应该用聆听跟跟随来回应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把欢乐做一个整理 我们把受苦告一个段落 今天回去睡觉之前做一个祷告 从前你给我的恩典 我献上感恩 我自讨苦吃 求你给我结束 2024年开始 我要聆听跟随 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 都用聆听跟随来走2024 我们出来已经五年 刚刚好满五年多一点点 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这边我们已经稳定了 我们已经舒服了 我们已经渐渐活出自己了 我们也慢慢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荣耀 我们也学习凡物功用 凡物功用就是 不是要充公把你的财产 是你愿意拿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乐意接受 你有什么呢 你有辅导的本事 请帮我们 我有传福音的恩赐 请传福音 你们会唱诗的 请上来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梓杰打鼓 以前不怎么样 今天打得好像是专业的 因为他把他有的一点拿出来 就变成这样 你也是 在我们教会 你会什么 你就拿什么 你说我什么都不会 就奉献 钱 那是最后一个 我没有说钱不重要 但是大家不要想到 要凡物功用就想到钱 不是 是我们的心意 是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的家愿意开放 是我们欢迎你 是我们愿意跟你说话 凡物功用 我们盼望从2020年开始 我们都做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很难 让人认识神 最好认识神的方式 不是用语言 乃是用生命 乃是用生活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他不仅用言语 他更是用生命的表达 其实这些犹太人 对耶稣的话 不是很喜欢听 可是他们总是 被耶稣所做的事情 摇汗 因此聆听是什么 聆听是借着读经和祷告 更深切地认识他 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开始读经 对吗 那我讲最简单的祷告 最简单的祷告 就在我们教会的 第一个使命里面 呈现真实的自己 把你想对神的话 就这样说就好了 刚才我是示范一下 这个示范不是假的 就是我是真的讲我自己 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开心 或者敬拜到一半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今天有欧华的同学来 然后院长也在后面 而且他们都坐后面 又不坐前面 对不对 我就怕他们偷看我 其实我不会很在意别人看我 因为我每次敬拜都这样 今天还稍微约束一点 我怕把我们的同学吓到了 我就比较约束 后来我就在想说 我在做什么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在做什么 那敬拜嘛 我突然想要跟神说话 我突然想要跟神说 我想说的话 所以我就没有唱诗了 我就把手放下来 我就这样 我就跟神讲 讲我要讲的话 讲我要讲的话 这叫做 祷告 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做什么事 或者你什么事都没有做的时候 把你真实的心情 对上帝说 这就是祷告 祷告不是一个形式 祷告不是有一个 教神帮我们做事的目的 祷告也不是自我进化的过程 祷告是把我们所要的 我们所想的 你不要说 哎呀 神不好意思 我跟神要钱 你跟他要嘛 要 要久了你就知道 钱不是最好的 可以要别的 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没有叫你先要钱 你大概不会想要别的 你先要钱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要到了 第二个没要到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要别的可能比钱更好 慢慢你就改变了 所以真实的把你自己反映出来 而且我们在诗歌 智慧书当中 你就会发现那些诗人的祷告 很奇怪 跟我们一般主日崇拜的祷告 不太一样 对吗 那我们就慢慢地学习 所以聆听祷告 最后就是跟随世界的行道和传道 准确表达它 其实我们把听到的话活出来 我们把听到的话活出来 或者我们去告诉别人 说我是基督徒 他问你为什么 那你就有传道的机会 我自己研究所毕业以后 台湾的男孩子都要当兵 当兵以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 当兵以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 我一直一退伍就去神学院读书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早早地做传道了 可惜那个时候就没有 没有呢 没有就 神没有呼召我 我就只好去教书 我本来已经在一个公家机关工作 那个是full time的 全时间的 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就跑来告诉我 说李健 我在那个名传有两个小时的课 我不想教了 你要不要教 我说我想教 我想去学校教书 那时候名传还没有改制作大学 那个时候是三专二专 那我就说我要我要我要 但是他是大专嘛 在大专在这个 大陆都叫做大学 我们的大学他们叫本科 不太一样 那我就去教书 那我就跟他说 我完全跟他们没关系 也没人帮我写推荐信 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他说没关系 我叫我的老师帮你写推荐信 我说你的老师 我又不认得我可不可以去看他打个招呼 他说不必 我跟他讲 他就会帮你写推荐信 就他怎么写的我都不知道 那我就去了 那他就叫我去interview 我就去interview了 我去interview以后呢 我去interview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那个校长是个女的 你知道吗 就到了门口 到了门口 他就说 那个人事主任 就跟我说说 李老师你进去 那跟校长讲几句话 就出来 形式上要interview 我说没问题 我进去 那个校长是很大 那个包校长的校长 我一进去 找不到 找不到校长 后来 哦 他的桌子在很边的地方 我就看过去 我看 看得还过去 是个女的 我不知道他是个女的嘛 因为他的名字也不像女的嘛 叫包德明 这可能是男的名字嘛 对不对 那我就 看不到 可是有个女的坐在那边 可是那个气势就说 我是校长 然后就赶快走过去 我一看到 他这边就写包德明嘛 那我就说 包校长 他就说 这样子 他说 先生为什么没有加入中国国民党 第一句话 他把我吓一跳 我就说 怎么没有人这样讲话呢 我就说 我说因为我 从小就信了耶稣基督 我不想要 造成我自己的困扰 以及别人的困扰 我怕将来有一天 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如果中国国民党要我做什么 有违背我的信仰 我又不能 不服从党的指示 因为我已经是党员 所以我就没有加入 你知道吗 他竟然站起来说 先生 我们到那边坐 我就心想说完蛋了 对吗 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然后我才出 然后他说 先生 谢谢你 我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 我以前不认识他嘛 走出去你知道 外面做了一排的后 interview 准备要跟校长 interview的老师 全部做一排 我出去的时候 那个人事主任 那个脸真难看的 看着我说 你在里面干什么 我说 我说校长跟我讲话啊 他说我不是告诉你说 进去讲几句话啊 我说 我几句话都没讲 都他在讲话啊 他就说 然后呢 我说校长请我做 他说你做了吗 我说 不是校长请你做 你不做吗 我说他叫我做 我当然做啦 对不对 他就说 从来没有interview 有做过 我说那不然怎么办呢 他说叫我做 不做 对不对 我说我当然做了嘛 他说你知道 这么多老师都在等 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当时你带我来的时候 没有旁边有人嘛 后来我就进去了 后来我就进去教书 那个人事主任 跑来跟我说 他打电话给我 那个时候打电话 他说李老师 他说我先问你一下 你跟我们包校长什么关系 我说 报告主任 跟你们包校长没关系 不可能 你告诉我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说 报告主任 真的没关系 我以前不知道他 我后来跟他说 你不要告诉校长 我不知道他是个女的 他说怎么可能 有五个要interview 一个full time的老师 两个要interview 一个两节课的老师 这二选一做这个 五选一做那个 听得懂吗 他说结果院长 校长勾你是 full time的 勾一个full time的 让他叫full time的 那我就说 我说我不能叫full time 我说我是在 我是国家公务员 我在那个地方 拿full time的薪水 所以你跟校长说 我只要叫full time的 如果他愿意 我换过来 他说不能换 他说我们校长说的话 就是换了 我就说 那个问题我不能交 我说我没那么多时间 他说这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样怎么行呢 他就说 他说那是你的事 你来interview的时候 你就要 我说我真的不能 但简单来讲 他完全不理我 后来我就跑去 跟这边说 那边有个full time的 所以我这边要辞职 他就说 不可以辞职 我不管你 他说你只要 把我们工作做好就好了 然后那边也说 你把我工作做好就好了 所以呢 这边学校就让我 全部自己排课 你听得懂吗 这边上班 再跟各位报告 你不要生气 我在40年前 就可以work from home 那个时候没有疫情 我一个礼拜 只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 在国家机关 而且是在立法院 一个礼拜 只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 在这边也上十几个小时 我不能向学生传福音 对吗 可是我一共教了三千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听完完整的福音 你说怎么办呢 这边忘了讲要拍手 对吗 各位 会跟随 不是你说什么 是你活什么 有的学生会问我说 老师 你为什么这样做事 我说 我这样做事有问题吗 他说 跟我们其他老师不一样 我说那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说你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支持你这样做 什么支持你这样做 我就说 这个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讲呢 我说是上课不能讲 那就下课讲 我说那下课也不能在学校讲 他说 那跟我们要听怎么办呢 我说隔壁 每个礼拜二下午 五点到六点 有一个教堂 我在那边可以讲 所以他们就一班一班 带过去给我讲 所以就有像伟丽这样的学生 我在那一边带的学生当中 我知道的 我知道就一百多位信耶稣 然后好几个是传道人 好几个是传道人 我现在不是在讲 我很厉害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在讲说 跟随不是你说什么 而是你活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行业 我再讲一遍 无论你做什么行业 你就活出耶稣基督 要你表伤的 你就活出来就好了 而这个必须从听道而来 听道以后就能够行道 所以我是在我的学生当中 三千个没有一个例外的 跟他们讲过福音 甚至有些同学说 老师这是第八节课 第九节课是没有人的 这个教室是空的 现在是下课 课后 我就说好下课 要回去的都回去 这样 我就开始讲基督耶稣的事情 然后他们信耶稣的很多 我们ANS对恩典的学习 刚才是对真理的学习 对吗 因为真理跟恩典 恩典的学习是 2024年带领一个人信而受洗 一人带领一个人 为什么在三个礼拜前 就叫你先想了 名单都想好了 听说有人当天回去就想好了 或者帮助一个人稳定在我们教会 不是受洗 是聚会 帮助一个人稳定在我们教会聚会 是我打错了 我打错了 2024带领一个人信而受洗 那这个人不一定要在我们教会 或带领帮助一个人 稳定在我们教会聚会 这样可以吗 所以理论上明年过完 我们这里就做不下了 今天有欧华替我们称场面 对不对 我们平常大概 正常平均是七八十个人 好一点到九十几个 最差大概六十几 那当然我们还有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如果我们明年过完 这里就会满 所以我们将来会把这椅子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我们这里就会厚一点这样 然后这里做到一百多个人以后 我们就要想下一步要做什么 一个小教会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教会你们不需要清楚 大教会只要牧师清楚就好了 小教会是每一个人都要清楚 我们教会在做什么 因此明年 每一个人要带领一个人 稳定在我们教会聚会 我现在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想一想 可以想一想 可以是你的家人 可以是你的同事 可以是他以前在我们这边聚会 后来他因为有些状况不稳定 你把他稳定下来 怎么做呢 关心他 真正的关心他 从他的角度关心他 爱他 我们来祷告 天父向你献上仰望 求你自己保守 求你自己带领 求你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 听你的声音 被你认识 也认识你的羊 求你让我们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来的道 就是我们这个人 无论我们原来是怎么样 我们一个礼拜 比一个礼拜更靠近你 因为你的话 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像你 因为我们慢慢的活出来 一年比一年更享受 你在基督里 所赐给我们所有的福分 雨天晴天 我们都欢喜 顺境 逆境 我们都感恩 我们要为2023年 要结束 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无论遭遇怎么样的事 我们相信 有一天我们会明白 我们也把2024交在你的手中 快要开启 这一年 求你让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都经历到你的同在 从你的话 从我们活出来给别人的见证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为自己 说要带的那个人祷告 或许我们需要带三个人 才会有一个人稳定 或许我们要做在三个人身上的工作 三个人身上的爱 才会带人他信耶稣 求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 会成长的教会 在我们里面已经成长以后 我们就在人数上面成长 在福音上面成长 谢谢主 我们仰望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